在音樂聲中 不管大人 小孩 男生 女生 都帶著笑容與身邊的人擁抱 玻利維亞首都La Paz第三度 舉辦擁抱日 吸引好幾百位民眾參加 其中也可以看到戴著小圓高帽 穿著傳統長裙的原住民族婦女 主辦單位La Paz市文化事務局表示 之所以會舉辦擁抱日 是希望可以提升這裡 一百萬居民的幸福感 因為他們每天都要面臨許多挑戰 像是腦人的交通狀況 幾乎天天都有的街頭抗議 原住民族人和歐洲移民者後裔之間 長久以來的緊張關係 人群中 男女老少都有 也可以看到原住民族人 和歐洲裔民眾相互擁抱 還可以看到穿著搶眼斑馬裝的民眾 參與其中 這些街頭斑馬一交隊 是La Paz市非常特別的象徵 由居民穿上斑馬裝協助交通指揮 現在也邀請曾經做錯事 想要重新開始人生的青年 加入街頭斑馬一交隊 今年的擁抱日 目標是要達到三萬個擁抱 勤快的音樂讓人忍不住一起舞動 街頭斑馬一交隊也到各個街頭擁抱路人 玻利維亞在過去十年間 每一年都有百分之五的經濟成長率 而La Paz市的城市建設 也以每年百分之九的速率成長 在硬體設備和經濟成長的同時 也希望藉由擁抱日的活動 舒緩居民生活中的緊張和負面情緒 在活動的最後 玻利維亞知名樂團的演出 以及街頭斑馬一交隊的帶動跳 為今年的擁抱日畫下熱鬧的句點 記者讀戲 陳明文編譯